一般人为什么如此喜欢和推崇科学这个词呢 以至于非要把不是科学的东西硬拉成科学 好像这样就提高了档次 基本的回答是 在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模式中 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 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理解世界的模式 它的竞争对手有很多 例如宗教 玄学 巫术 星座 巷面 炼金术 以至于菊座 萧敬腾 黄旭东 杨超越等等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科学的影响力远远不如这些竞争对手 其实科学是个后期之秀 宗教 玄学和巫术 才是跟人类历史紧密伴随的默认之日 但真正惊人的是 科学最终超越了所有对手 在当今社会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 一个典型的表现是 绝大多数人会泰然自若地乘坐飞机 火车 汽车 轮船 电梯等等交通工具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些科技产品 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这些交通工具的原理 例如柏努力原理和内燃机的充城 但他们丝毫不为此感到困扰 另一个典型而有点滑稽的表现 是科学与宗教地位的反转 在科学发展的早期 许多地方是宗教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宗教势力对科学家进行了残酷的打压 例如古希腊最后一位结束的数学家 叫做西帕迪亚 她是一位现身于数学的美女 公元415年狂热的基督教徒 在亚历山大城的基督上抓住她 把她撕成碎片 但到了现在 传教师们却经常来沾科学的光 宣称某某教义是有科学证明的 正如一句格言所说 伪善是邪恶对美德的致敬 是啊 甚至现在传销和诈骗都带上科学的名号了 就比如贺布量子禅和量子波动速毒 为什么科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 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呢 原因就是科学最可靠 从一些简单的定义和公理出发 居然能够得到完全不是显然意见的命题 而且我们对它的确信程度丝毫没有衰减 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好事 这样的事在科学之外的领域极少出现 以至于许多人没有理解这有多么震撼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这是科学独特的力量 爱因斯坦在字书中说到 在12岁时我经历了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旌旗 这是在一个学年开始时 当我得到一本关于欧极里德平面集合的小书时 所经历的 你肯定不会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 我来解读一下 科学使得精确的知识成为可能 这话意思是有了科学之后 人们才能够进行精确的推理演绎 而且推理的链条可以任意的长 在此之前 人类的各种知识都是大概也许差不多 充满了各种旋之右旋 实际上很模糊的说法 例如五行深刻和星座算命 基本的缺陷就是没法定量 只有科学才把知识提升到了精确的程度 破除了模糊 这是逻辑体系和演绎法的威力 这就是科学的第一个方法论 不过单凭逻辑体系和演绎法 只能让我们证明数学和逻辑学命题 不能获得关于物理世界的任何知识 古人经常以为只用头脑就能掌握现实世界的真理 但历史的发展早已证明这是一个错觉 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的物体会比轻的物体先落地 但伽利略认为两者会同时落地 哪个正确呢 但从逻辑不能做出判断 只有实验才能给出判决 最终实验发现伽利略是对的 当然了 是在忽略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通过实验来判决 这个观念对许多古人是个重大的冲击 对大多数现代人呢 却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大家从小都在受这样的教育 实验试错方法 这就是科学的第二个方法论 我再来稍微解读一下 我们平常说的科学其实包括两部分 鲜艳的科学和经验的科学 鲜艳的科学就是数学和逻辑学 它的证物完全是由第一个方法论来判断的 就是逻辑推理 比如说 你不可能通过数 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是不是等于两个苹果 来判断一加一是否等于二 如果你数出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三个苹果 人们的结论只会是你数错了 或者有人在变魔法 双重的考验 如果一个理论内部不自洽 那么它当然是错的 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内部矛盾 那也不一定正确哦 因为跟它竞争的其他内部不自洽的理论 可能还有很多 在这些竞争的理论之间做出选择 要靠判决性的实验 即不同的理论做出不同的预言 然后做实验观测哪个预言得到知识 哪个预言被排除了 一个基本的比喻 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科学好比点金术 牛顿三定律 元素周级表等具体的科学知识好比金子 而科学方法论就好比点金术的手指 也就是说科学最重要的成就不是任何具体的发现 而是发现的方法 其他理解世界的模式之所以不可靠 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判断证物的客观标准 没有科学的方法论 有了这些方法论之后 人类就可以自觉的系统的进步了 从误打误撞进一步退两步 变成奋发向前一日千里 所以我们就要强调 科学的本质在于科学的方法论 许多人以为科学就是正确的理念 或者经验的总结 或者资源技术的理论 或者使用的技术等等 这些都是错误的 还有不少人想把科学变得像宗教 或者玄学一样无所不包 自以为是对科学的发展 其实这些都是对科学缺少了解的表现 正确的图景是 科学经过艰辛的历程 好不容易从各种貌似万能的模式中脱颖而出 沿着一条独特的正确道路 一步步走到今天 如果我们不珍惜这条正确的道路 将科学和其他模式混为谈 对它的概念任意修改 那就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